在這個日新月異的時代 科技越來越發達 有很多不同的發明 而我覺得當中最成功的 一定是非智能電話莫屬 絕對認同 尤其是視像人士 智能電話真的幫助他們生活 變得更加便利 例如可以幫助他們閱讀文字 辨認物件 甚至是避雨避災 近年極端天氣變得頻繁 香港最常見的就有暴風雨和水災 而突如其來的暴風雨 很多時候會令到不同地區 出現塔樹和水浸的情況 更加會造成路面破壞 對我們來說 暴風雨已經對我們的生活帶來不變 而對視像人士來說 更加膽戰心驚 他們一邊要拿著手杖 另一邊又要擔著雨傘 去找一些避雨的地方 真是一點都不容易 是非牟利機構擔任助理項目主任的 周詠祥 他在十歲時逐漸失去視力 而他另外一個身份就是視像跑手 年初更加由領跑員的陪伴之下 完成半馬賽事 勇於接受挑戰的他 面對突如其來的暴風雨 他都覺得困難重重 阿祥,你通常會怎樣接收一些最新的天氣情報 現在通常用手機的APP 天文台有一個APP 例如有些紅耳、黃耳、互宙通知 或者進去看一些七日天氣的日報 即使有時已避了也沒用 現在突然下下突然下一堆雨下來 這些都避不了 有些很困難的地方 如果天氣不好的情況? 會的,例如過馬路 那些紅螺燈的聲音 被大雨的聲音被蓋住 如果對你們來說 在一些室內或商場的地方避雨 是否比較好? 是呀,非常之好 因為進去之後 外面怎樣下多大的雨 都不用怕 如果進去室內或商場的地方 你們會不會很容易當是室路? 是呀,如果一個新的商場 我們進去後 其實就不知道每一層有什麼店舖 或者哪幾個出口 完全是不知道的 但現在出了City Genie這個APP 裡面有二、三百間的大廈 或者商場 只要有這個商場的資料 我們進去就會看到每一層有什麼店舖 比如我們避雨的時候 想找個餐廳坐下來喝杯飲料 現在就完全可以做得到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和本地創科公司合作推出一款 無障礙導航應用程式 設有視像人士專用模式 令到視像人士在室內 可以走少些冤枉路 我現在和阿祥 在一個他經常會去的商場裏面 我們稍後就由這個點 走到商場裏面的 16M路線巴士站裏面 阿祥,我們是不是可以開始了? 是呀,那我就先開個APP 16M巴士站 我準備出發了 我準備出發了 那是否通常找完要去的地方 就可以開始了? 是呀,沒錯 那現在我就要靠著這個聲音 我看到它有那個箭墜 是呀 那我下車行 方向靜迫 向前直行 那如果平時你們要找電梯那些 那些怎麼辦? 如果那些電梯 商場有那些叭叭聲 那些我們就會知道 如果沒有,有時也會問別人幫忙 我和阿祥用了這個應用程式 成功來到16M巴士站 當中用了三、四分鐘的時間就到了 其實也挺成功的 是的 Terry,你好 你好 和科技公司推出新應用程式的目的是甚麼? 其實我們希望新的應用程式可以延續我們 由2019年開發一個 消耀行無障礙室內定位的項目 對我們NGO來說 其實要維持一個比較創新 和比較高科技的項目 其實都很困難 我們很高興 其實我們一直和一間IT公司合作 他們都有一個遠景 希望可以提供無障礙室內定位服務 所以就由我們去全力支持 去開發CityGinni 一個無障礙室內定位APP 由開發到推廣 甚至實行有甚麼難處呢? 其實因為香港地 很多室內場地的結構都很複雜 例如有些場地是中空的 有些樓底很高的 甚至有些店鋪的密集程度很密 所以這些對我們做一個室內定位 其實都有難度 我們透過很多視像會員 去不斷測試 這個APP是否廣大的市民都可以用呢? 一般正常的市民 其實他們都可以用到的 因為裏面除了有視像人士 專用的模式之外 亦都有一般地圖模式 普通市民去到一個商場 很大第一次去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用普通的模式 可以看到我們的起點和終點 可以實時地跟著指示 可以去到目的地 現在是打風的季節 如果大家在街上 看到有需要幫助的產質人士 都不妨在情況許可之下 問問他們有甚麼需要 可以的話就伸出援手 最近想吃一頓安樂茶飯也不容易 Jasmine 有甚麼令你那麼不安樂? 就是一些紙製的外賣餐具 那些匙巾不兩不就軟 那些刀說不來的 為了吃得安樂 我決定自備餐具 做得好 環保賬要每個人都出一分力 政府宣布餐飲業全面 禁止使用膠餐具之後 取而代之的就是木餐具和紙餐具 不過不少市民都說用得不方便 那作為餐飲業還可以怎樣做呢? 紙的就不方便了 有時你多撕兩下紙的紙巾很辣 很軟 一向我們出去都是很少用的 很少要的 因為要回家吃 回家就直接用回自己家的餐具 對…很少要的 我覺得不是很實用 可能又很容易斷 主要的影響是飲館 可能紙飲館那些 很無謂的刺有刺不到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會不會吃東西 不湯、飲湯有沒有爛了呢? 跟以前一樣 我不覺得有爛了 多數是自自備用 那如果你買外賣的話 什麼都不要的 什麼餐具都不用? 不用 自己有 很不方便 很不方便?為甚麼呢? 什麼都不方便 酒店都不方便 酒店有些牙策都沒有做 木的 你不就做好一點 香港在今年4月22日 正式實施 管制即器膠餐具政策 即是市民堂食和外賣時 賬不獲派 又或者售賣即器膠餐具 例如是法寶膠餐具 膠飲館 塑膠攪拌盤 以及塑膠杯蓋等等 取而代之的是 大部份食肆 專用木餐具 以及紙餐具 不過政策實施之後 不單止食客覺得沒那麼方便 就連食肆負責人都說不適應 一開始好像3月4月左右 其實政府剛剛說要推行這個政策 我們都是在供應商中 拿了一批的木餐具 以及紙餐具 都是試過去用的 但是效果是不好的 我們中餐來說是比較難適應的 食客最主要說不適應的飯 吃湯麵或者吃湯飲湯 那羹是會軟了 或者木羹的設計上 都不太適用於我們中式的餐飲 對於他們來說很不方便 食客方面會多了爭吵 或者是都會影響了生意 以前來說 其實說回疫情之前 膠餐具一套可能說八毫子至一元 但是去到疫情那段時間 甚至轉了用木餐具紙餐具 由八毫子去到一個半 兩元甚至去到最厲害的時是兩個半左右 那紙餐具木餐具成本是否都接近兩個半 其實是跟最高峰的膠餐具 就是最近期的價錢一樣 差不多是兩個半至三元一套 面對這個情況 自己有甚麼對策 有一間連鎖快餐店很有名 一開始都轉用了不秀鋼餐具 當時的效果 其實我聽到風聲都挺好的 而且對於環保方面是挺好的 因為可以循環再用 各方面自己就著手 不如試試去找這方面的資料 可否有可能轉到不秀鋼餐具 正正我又好運 也找到有朋友或是國外泰國 是入到不秀鋼的一套羹 所以當時我們就轉用了不秀鋼 外賣羹作為我們的外賣餐具 成本鋼其實跟我們以前套裝的膠餐具 或者紙餐具是差不多 甚至可能會便宜了一點 我們認為在成本方面 我們是可以處理到 食客覺得是非常好 第一件事以環保角度 這隻羹是可以循環再用的 第二件事 他吃飯、吃東西方面 甚至是湯方面 他都不會有任何限制 或者是他們不會那麼不方便 去吃他們的飯、外賣的飯 或者是湯麵、湯方面 我覺得這對他們而言是非常正面 而第二階段的管制措施 預計將會在2025年實施 到時將會全面管制狗類織器膠餐具 包括法寶膠餐具、飲管、攪拌棒、碟、杯、杯蓋 食物容器、食物容器蓋 以及包括叉、刀、匙巾的進食用具 到時這狗類產品均禁止銷售給最終消費者 亦會禁止在餐任處所 向唐食及外賣顧客提供 大家都明白政府想盡量做到環保 但作為食肆又怎看呢 我認為政府做政策 應該不可能一步到位 我覺得應該要再諮詢比較長時間 因為對於我們方面 其實這些餐具的成本其實是很高的 轉用或者是用其他不同新的餐具的物料 其實都是成本很高的 我都希望政府可以考慮支援 或者資助我們這些中小蚊營的餐廳 如果有任何勁料、猛料 記住告訴我們 可以WhatsApp到我們24小時 報料熱線6896-0931 我們在等你們的留言 明晚8點78資訊台 繼續和大家一線搜查 穿婚紗下每個女生的夢想 有些人更少為一生人一次 不過對於有部分長者來說 穿婚紗、拍著婚紗上 曾經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緊貼時事一線搜查